上昂這集麥仔細聆聽水利局人員簡報 因為這也是先前凱米颱風達到滿水位的本河裡之翁池 也為這一兩天又將受到山陀兒颱風影響 雖然預估雨量大約是800毫米左右 比凱米颱風2500毫米的雨量小上許多 但市府還是警示影對相關的抽水機具整備及撤溝核酸數據 已經在前一天準備就緒 因為上次的凱米颱風 它的雨量是超過過去莫拉克風災時的強降雨 達到2500毫米左右的一個強降雨 那這一次的預估的雨量大概是800毫米左右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要小心先做好這個準備 那希望說加速的將整個包括制風池 以及相關的水閘門排水設施 以及抽水馬達等做好準備 那在昨天包括水利局的通報 跟相關的這個 區域排水的駐管機關的這些 制風池等這些的通報 都維持正常的一個運作 另外陳情辦也提醒住在地瓦地區的民眾 無必要特別注意整體的水清狀況 適時的裝設防水閘門 來避免地下室淹水的狀況產生 而車輛的部分市府也有整理免費停放的地點 在挺盤客訊息出來後一小時就會開放 有需求的民眾可以事先上網查詢相關地點 也要提醒民眾特別注意 那今天我們在本河裏制風池 在開米颱風的時候 這個受災也是受到比較大的影響的區域 以及鄭新里等等這幾個區域 我們也提醒住戶 能夠特別注意在水閘門的部分 能夠隨時因應必要的時候 就必須提早來進行關閉 來減少損失 假如在地下室有車輛的話 我們市區也提供多處免費提供的地點 來讓民眾來做移車的準備 另外針對山區的部分 這次共有68條圖式流警戒區 兩個大規模崩塌區域 一旦進入黃色警戒的狀況 市府就會採取強制車禮保障民眾安全 陳希邁也再三呼籲全體市民 要特別留心颱風動態做好準備才能降低各種損失 繼續我們為山報導